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燒杯裡面有0.1m的氫氧化鈉100毫升 那滴入兩滴的這個氛碳 氛碳在這個碱性的東西它是呈紅色的 所以本來顏色它是紅色的 然後再放入一塊乾冰 乾冰的話上次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固體 你放到水溶液裡面溫度升高 所以二氧化碳它就會吸熱 吸熱以後變成氣體 氣體溶液水裡面就會形成碳酸 形成碳酸 那這個碳酸的話 它跟這個氫氧化碳中和以後 它的氫粒子溶度就會下降 所以它慢慢會從紅色變成無色 從碱性的話慢慢變成酸性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A選項 此操作 此操作結果可視為酸碱環影 這個對 這個有碳酸跟氫氧化碳起作用 再我們看B選項 融液的顏色由無色漸漸變完 這是錯 顛倒過來 由紅色呢 逐漸變成這個無色 所以這是錯的 再我們看細線下 融液的鹼性呢 逐漸增大 錯 酸性逐漸增大 因為它那個二氧化碳越來越多 代表碳酸會越來越多 那中火掉以後的話 它酸性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 這個選項是錯的 第一 第一 它說 乾冰昇華變成白色系 這個不對啊 就是說 你這個乾冰 實際上就是固體的二氧化碳 那固體二氧化碳的話 你把它丟到那個 融液裡面的話 這個固體二氧化碳會吸什麼呢 吸熱 從周圍吸熱以後 讓它自己變成氣體 它從周圍吸熱以後的話 然後呢 周圍的一些什麼呢 比如說水蒸氣 因為什麼啊 因為你把那個水蒸氣的熱吸過來 這個水蒸氣 它的熱放掉以後 它就凝結 凝結成那個小水滴 所以你乾冰放進去的時候 會有一些白色的那個霧 跑出來 那個算是小水滴 不是氣體 那個是液體 是小水滴 所以D選項這也是錯的 所以對的選項就只有A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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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